今天我们会看看由Vivante所写的 《Concerto in G》里面的 《First Movement》 这首曲也是ABRSM五级小提琴考试里面的 其中一首 虽然这首歌叫做《Allegro》 但不是真的那么快 大家要记住的就是《Lively》 《Allegro》里面是有《Lively》 这个这样的意味在里面 如果我们照谱上面去看 那些半拍是没有点 什么指示都没有 如果我们照谱上面拉 是这样 大家听到是很沉悶 《Barrick Period》里面 就算他没有写跳弓 或者那个音上面是没有点也好 习惯上都是要 音和音之间是有少少断开的 就算你一拍也好 一拍之间都是断 而唯一不断的就是《Semi Quaver》 千万不要把《Semi Quaver》拉到变成跳弓 如果我们想做这些 好像跳弓或者断开的 这样的articulation 记住一定要在下半弓去拉 然后你要感觉到你的手腕是放松的 是曲的 我按下两款给大家看 看看你觉得哪一款是好听些或者有趣些 第一种拉法是 音准节奏都没问题 但是你再听下如果我第二种拉法 你听到有少少crescendo 然后到最后两个半拍 是稍微收小 其实这样才像我们说话 我们说话不会是 每个音都一样这么大声 是一定有phrasing 我们要 所谓强调 就是我们想音乐向哪个音 就是向着那个B natural 然后小声也好 类似的 你应该发觉一个音比一个音用多功 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到 刚刚我在第五小节做了些什么 我是整个小节做crescendo 是超过了 是超过了 是多过一个小节的 是 向着哪里呢 就是最高的这个音 然后可以放松一点 拉完这个一拍之后 很快 做一个很快的retake 但是呢 大家如果看我刚才拉 我在retake之前 我是做了一样东西 我是吸气 这个吸气呢 让我们更容易拉之后的semi quiver 让我们知道这些semi quiver 应该是拉多快 一段 也是有shaping的 其实呢 当我加这些semi quiver 是会令人想一路听下去 因为你听完第一次之后 然后呢 再听到 当你听到第二次的时候 你想知道 会不会有第三次呢 原来有第三次 会不会有第四次呢 你听我说的 已经是有一个crescendo 是有一种期待在里面的 最后这一次 接着就下一些新的 是 应该听到 在第十二小节 是 其实sip phrasing这一样东西 是不会 多过头的 人家只会觉得你 做得不够 好 我们向着这个音 就是tutti 这个音 大家拉 我再说回这里 例如十八小节 类似这些乐句 大家可以用 或者简单一点 用一个音去练 下弓不一定重 上弓不一定轻的 我们想的不是 轻重这一样东西 而是phrasing 做不做到这个 渐大渐小呢 然后最后那个音 上弓也好 是轻轻离开一条弦 是 还有你看看 我拉的时候 我为了 让人 其实我不是特意去做这一样东西 是很自然的 身体是会向前的 可能 开始做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不是很习惯 不是很习惯 身体要怎么动 但是 就是试一下 感觉一下 那个音乐 那个phrasing 3&4 我们想听到什么 28小节 我们想听一个小节里面 是有 两次的 scale 上行 这些材料 当然第二次是 比第一次重要 那 为了让人听到 第二次的 scale 上行的scale 那 那个D音 就要给多一点功 给少少那么多accent 而这个accent 除了让音更清楚之外 也要让左手知道 什么时候是换把 是可以很有信心去换到三把 而换完之呢 前面 换完前的音 我们要短一点 拉拉轻一点 那我们才可以 偷到一些时间去换把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去到minor的这一段 那些一拍呢 可以拉得 或者应该要拉得 威风一点 或者严肃一点 我们去到b minor了 我们去到b minor了 去到第四十二小节 那个重要的音 忽然间 由e言 去到d言 所以大家 去到d言的时候 我们说 e言 不用用力 它已经很响了 但是我们要准备 我们要知道 即将 重要的音 是响d言 所以 在第四十二小节 就是 你要感觉到 逢是每一组的第一个音 你要 给多一点点 来 或者不要让一支弓 走那么快 会不会第四十六小节的第一个音 不要用空弦呢 而第三个音才用空弦呢 终于回去 G major 如果这一下呢 你的动作 或者你的retake的动作呢 能够 用很短的时间做 而如果是一个 你能够做到piano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效果会很特别 就是一直都是很 响亮的G major的声 但是 就是 如果我能够 用很小弓 很轻 那可以一路 去到尾呢 是再做多一个 climax 那份谱上面呢 没有叫我们呢 用forte 或者用什么大小声去拉 我自己 我会把 五十五这个小节呢 第二拍呢 是拉小一点点 不要忘记吸气 是 要不需要占慢呢? 佛普亦是没有写占慢的 但是是不是没有 那我们少少都不能做呢? 我觉得不是 但是如果你要占慢 我觉得不应该比 尾尔的两三个音 占慢当然不应该太多 其实只是作用是让人感觉到 这首歌即将在这里结束 其实这样就够了 多个头就是多个头